他出生在日本,拿着韩国国籍,却心向朝鲜 2010年世界杯,朝鲜前锋的郑大师一哭成名 为何在不久后离开了朝鲜国家队 你真的了解这名绰号人民鲁尼的朝鲜前锋吗? 在介绍郑大师之前,我们先把目光积聚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上 那就是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 为了避免歧义,我们把他简称为在日半岛人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 两地之间的往来越发频繁 无数的朝鲜半岛人获自愿或被迫地前往日本谋生 到了1945年,这个群体的规模达到了200万 二战,日本战败,大部分人返回家乡 但是仍然有多达60万半岛人留在了日本 这个群体在日本的地位非常尴尬 日本拒绝承认他们是日本公民 他们的后代即使出生在日本也没有日本国籍 朝鲜战争后,半岛分裂为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 由于日本与朝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不承认朝鲜的存在 因此留在日本的这批半岛人 绝大多数都持有韩国护照 不过也正因为日本不承认朝鲜 催生了一个奇怪的组织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下文简称朝鲜总联 这个所谓的民间组织不仅承担了外交职责 还在日本经营企业和媒体 甚至拥有自己的学校和银行 他也在向日本的半岛人输出意识形态 颇有一种国中国的味道 因此也诞生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群体 他们出生在日本 在日本文化熏陶下成长 手持韩国护照 却心向朝鲜 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是本文的主人公 郑大士 郑大士出生在爱知县的明古屋市 是第三代旅日半岛人 为了不让他忘记母女 很小的时候 郑大士就被送进了朝鲜总联旗下的学校 从此 他的命运就跟半岛北方的朝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006年 在从朝鲜总联旗下的朝鲜大学毕业后 郑大士参加了坠联赛球队穿起前锋的视讯 第一场比赛 他就疯狂地打入武力竞球 彻底征服了球队 郑大士身体强壮 速度也很快 日本球迷给了他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 人肉推土鸡 很快 他就在穿起站网脚跟 连续三个赛季打入两位数的进球 证明他是最联赛最优秀的前分之一 2007年 朝鲜国家队第一次向郑大士发出了征兆 而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 在这之前 还有一段小插曲 郑大士申请放弃韩国国籍 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韩国压根就不承认朝鲜的存在 因此不同意郑大士 以加入朝鲜为理由放弃韩国国籍 朝鲜方面倒是毫不犹豫地 就给郑大士办好了朝鲜护照 因此郑大士就成为了为数不多 同时持有韩国和朝鲜护照的人 2007年东亚锦标赛的预选赛上 郑大士第一次代表朝鲜披挂上阵 首场比赛 他就独进四球 帮助朝鲜七比例横扫蒙古 第二场比赛郑大士又进了四球 朝鲜队七比一横扫中国奥文 三场阅前赛郑大士打进了八球 是朝鲜队打进东亚锦标赛正赛的最大工程 第二年的决赛这段比赛 才真正让郑大士坐稳了朝鲜头号球星的位置 第一场比赛面对出生国日本 郑大士在开场五分钟便首开记录 第二场面对故乡球队韩国队 他又在比赛即将结束时帮助朝鲜队颁平比分 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中国队 郑大士虽然没有进球 但是依然助攻队友打进了全队唯一进球 再加上队内另一名出生在日本的球员 安英学的帮助 朝鲜队在当年的试育赛上连创奇迹 利亚沙特和伊朗时隔44年再度打进世界杯 在南非举办的世界杯上 比赛的烧身还未吹响 郑大士就让全世界球迷记住了他 在同巴西队的赛迁奏国歌一事上 郑大士无法克制住激动的心情 不禁泪流满面 这个画面被永远的刻在了足球历史的长河里 一边是五星巴西 一边是时隔44年重返世界杯的新军 两队的差距犹如鸿沟般巨大 比赛的过程也没有太出人意料 巴西队牢牢掌控着比赛局势 并且在下半场连入两球锁定胜局 但是郑大士的发挥却让人肃然起劲 他一度被对手的斜钉划出十多厘米的伤口 却没有丝毫犹豫 一次又一次的向巴西队的球门发起冲击 第89分钟 郑大士前点投球百度 后排插上的队友时银男冷静失射 攻破了巴西队的出门 超级队仅仅于1比2小赴巴西 最终的决定 至于荆山 现在 准备容语 他把国家回到2-1门 第二场同葡萄牙的生死战 上半场朝鲜队仅仅以0比1落后对手 上半场却遭遇了大崩盘 连丢6球 以0比7的比分惨遭葡萄牙血洗 为什么两场比赛结果天壤之别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郑达士透露了当时的细节 中场休息时 朝鲜队以0比1的比分进入更衣室 郑达士明白 弱势再失利将会提前从小子中出局 在得知球队下半场将继续防守策略时 球盛卿让他一气之下摔了水平 刚好砸到了队长朴南哲身上 差点引发冲突 更衣室的气氛瞬间凝固 球队在微妙的气氛中重新踏上了球场 郑达士坦言 球队的惨败与他不无关系 尽管世界危机三战全败收场 但是郑达士的发挥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他也在世界背后成功旅游 加盟了德国球队波和 但是他与朝鲜国家队却渐渐走向末路 2011年后 郑达士便再也没有代表朝鲜国家队出战 出场记录定格在了33场 而他们的风道扬镳其实早有预兆 郑达士从小在日本长大 喜欢听摇滚 最喜欢的艺人是曾经出演 《杀死比尔》和《大逃杀》的日本演员 《逸山千名》 攻破巴士队重门的朝鲜队友 池颖男月薪为5000朝鲜元 折合人民币12元 而郑达士在最联赛的月薪 折合过来超过了17万人民币 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 早就在郑达士与队友之间埋下了定时炸弹 世界背后选择旅游的郑达士逐渐淡出了朝鲜国家队 在结束德国之旅后 郑达士选择加盟韩国K联赛水源三星的决定 彻底将他与朝鲜队的缘分划伤了句号 在效力水源三星时期 郑达士与一名韩国空姐结婚 甚至频繁的参加综艺节目 但是他的朝鲜背景 却让他经常遭遇韩国网民的攻击和抵制 在短暂效力三个赛季后 郑达士结束韩国之旅 回到了出生地日本 在这里他终于找回了熟悉的感觉 2016年 郑达士更是以26球夺得J2联赛最佳射手 帮助球队重返军营 如今37岁的郑达士依然在日本联赛 发挥自己的余热 最后 我们用郑达士的话 来总结一下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记忆 在韩国和朝鲜 我被当作日本人对待 但是在日本 我又成了外国人 我有很多家乡 但是我没有这样 下一期 我们来讲一讲另一名在日半导人 他做出了和郑达士完全不同的选择 却同样在足球史上 留下了荣莫重彩的意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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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